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辩证法的性质及其不同形式的历史演变的一个说明 第二个呢 我们讲了它关于对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的概括 对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的概括 那么在辩证法的规律里面呢 它主要是认识了三大规律 三大规律 一个是对立统一规律 一个是量转化为直和直转化为量的规律 还有一个呢 是否定之否定规律 那么在这个维无辩证法的范畴方面 维无辩证法的范畴方面呢 它认识了有限和无限 吸引和排斥 部分和整体 抽象和具体 普遍和特殊 归纳和演绎等等 在这个里面呢 就是说它重点认识了 同意性和差异性 必然性和偶然性 原因和结果的这样一个范畴 这是它对这个 那么这样一个规律和范畴的研究啊 实际上是给予辩证法的理论啊 就是说对它的辩证法理论的一个构架啊 构架的这样一个范畴呢 作为了一个闪述 作为一个闪述 那么在具体的来说呢 除了这个对辩证法本身的这个范畴的研究以外呢 恩格斯还研究了认识的辩证法 认识的辩证法 我们说了对于认识辩证法的研究呢 实际上这个恩格斯啊 它整个的认识我们可以把它开阔为三个方面 一个是对人的思维能力的研究 一个是对思维形式的辩证法的研究 也就是对认识的结果 作为表达这个辩证法思想的这样一个范畴的一个研究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思维过程的辩证法 也就是对于这个人的认识过程的这样一个研究 那么首先呢 我们看一看 这个恩格斯啊 是怎么认识人的认识能力的辩证法的 怎么认识人的认识能力的辩证法 那么我们在这讲就是说 恩格斯认识人的认识能力的辩证法 主要的是解答奈格里和杜林所提出的问题 这两个人提出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所以恩格斯对这个认识辩证法的说明呢 也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奈格里就认为 人的不同感官给人提供的印象 在值上也是不同的 因此能值能认识有限的东西 而不能认识无限的东西 也就是说 能值能认识个别的特殊的东西 而不能认识普遍性和规律性的东西 那么这个这是一个 也就是说他反对啊 就是否认人的认识有 认识无限的能力 就是否认啊 能有认识无限的能力 这是 那么这就提出了什么 有限和无限的关系问题 那么另外呢 和这个奈格里的观点相反 杜林就认为 人的思维具有至上的意义 和无条件的真理权 和无条件的真理权 就是说强调了能啊 就是认识的 认识的都是一个绝对真理 绝对真理 那么一个是否定啊 能可以认识无限 一个呢是强调啊 能呢 只能认识无限 只能认识无限 那么这样呢 就提这两个观点啊 看起来是对立的啊 实际上呢 他们一个跟 都是形而上学的观点 这个形而上学性是什么呢 就是把认识的有限和无限 个别和普遍绝对对立起来了 就认识的有限和无限 个别和普遍 个别和普遍 认识的有限和无限 个别和普遍把它对立起来了 所以针对这个奈格里和杜林的观点 恩格斯对人的认识能力的辩认法 做了这个认证 做了认证 那么这个认证呢 我们可以看啊 他针对这个奈格里的认证 首先我们看到 对奈格里的这样一个认证 那么对奈格里否认 能的认识 能的思维 能够认识无限的观点 那么这个恩格斯呢 就从能的认识本性上 散发了认识的有限和无限的关系 就从能的认识本性上 第一个我们说对奈格里的批判 就是他是从能的认识本性上啊 来散发认识的有限和无限的关系 这个恩格斯讲的是什么呢 他的观点就说 能的认识本质上 只能认识无限的东西 为什么说能的认识 在本质上 只能认识无限的东西呢 也就是说 认识的本质 就是认识无限的东西 他的本性上啊 本质上就是认识无限的东西 为什么这样说呢 恩格斯就说 他说一切真实的穷尽的认识 都只在于 我们把思想中 我们在思想中 把个别的东西 从个别提高到特殊性 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 我们从有限中找到无限 从暂时中找到永久 并且使之确立起来 然而 普遍性的形式 是自我终结的形式 因而无限性的形式 他把许多有限的东西 综合为一个无限的东西 那么在这个地方 马克思所说的普遍性的东西 无限的东西 也就是自然皆的规律 他说的从个别性到特殊性 再从 然后再到普遍性 是什么 人的认识的一个上升过程 从感性到理性 从把握个别事物 提高到本质的规律 那么这个达到规律的认识 就是无限的认识 这样呢 恩克思就从 就把这个什么 无限等于 能得理性思维的本质 就是说他讲的 能得认识本性是什么 是理性思维 那么也就是说 他回答赖格里的提问是什么 你说能有没有认识 有没有无限 能不能认识无限 那你这个提问 我就可以说 能有没有理性认识 能有没有理性认识 如果能有理性认识 或者说 他的本质是理性思维的 那么就等于说 承认人是有理性思维的 承认人的理性 能够把握 就是说把这个感官的具体 个别上升为普遍性 上升为无限 那也就是说 人具有认识无限的能力 人是物限的能力 而且呢 就能本质来说 如果说 能本性上是理性思维 那么也就是说 人呢 他只能在本质上呢 他是认识无限 因为把握理性思维 把握这个事物本身的规律 把握他的理性 是认识的目的 是认识的目的 那也就是说 无限的东西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啊 恩格斯实际上是从 当他从人的本性上来说的时候 实际上是从 有限和无限的 什么样一个关系呢 把有限和无限呢 看作是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 所以认识的本性呢 就是理性思维 就是理性思维 那么这个是从这个 有限和无限的 这样一个逻辑关系上来讲的 是不是从这个 有限和无限的 这样一个 逻辑性的连接上来讲的 也就是说 把这个有限呢 看作是一种 感性的现象的东西 而把无限看作是 理性的东西 是理性的东西 那么人是理性的思维啊 通过理性的思维 如果说人有理性思维 那么他就可以把握到真理 就是说可以从感性 进到理性 进到这个真理性 进到对无限性 无限性的 这样一个规律的认识 所以它是能达到的 所以这样呢 这个马克思啊 这个恩格斯啊 实际上啊 就是对这个 通过人的本性呢 对这个 现象和人的思维啊 做了一个 感性和理性的区分 通过这样一个 逻辑的这样一个区分 也就是说 在一个横带面的 这样一个区分上 他们的辩证连结上 来肯定了 人的这个无限 说明了人的思维的 有限和无限的关系 有限和无限的关系 肯定了人是认识无限的 那么肯定了人是认识是无限的 也就是说 他肯定了什么 人的思维是具有至上性的 人的思维是具有至上性的 那么这样呢 这是一个方面 那么另一个方面呢 恩格斯啊 就批判了杜林 把人的思维的至上性 绝对化的观点 就是恩格斯在批判 那个理的时候 在强调人的认识本性的时候 肯定能有理性思维能力 能够把握普遍和 这个普遍性和无限性的时候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他已经肯定 人的思维是至上的 那么也就是说 人的思维的至上性 就是人对无限性的认识 对无限性的认识 也就恩格斯所说的 就是他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认识 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认识 这是一个 但是呢 恩格斯反对 把人的思维的至上性绝对化 反对把人的思维的至上性绝对化 认为呢 就说这个人的思维的至上性呢 是在一系列的不至上的 这个思维的不至上性当中实现的 也就是说 他提出了一个思维的非至上性 提出了一个思维的非至上性 这个观点呢 就是针对杜林的 所以他就从这个 人的认识的和认识的个体和内的关系上 闪罚了人的思维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 我们看这两个啊 他的角度就是认证这个有限和无限 个别和普遍呢 他的角度是不同的 那么批判那一个理的时候 他是从人的认识本性上来看的 就强调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那么从这个对杜林的批判呢 他是从认识的个体和内的关系来说的 如果前面是一个逻辑性的这样一个分析的话 那么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这样一个分析 他当然也包含着逻辑啊 也包含逻辑 但是他主要是历史性的分析 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是说参发这个人的思维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这样一个关系 他指出他说这个人的思维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啊 就是说他在批判奈格里的时候 实际上强调人的思维是具有至上性的 但是他认为这样一个至上性 不是每一个人的思维所达到的 就是说不是每一个个体都能达到的 而是在能得类的意义上讲的 类的意义上讲 就是说他要通过一个类才能达到 才能达到 所以他说他只是作为无数亿过去 无数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的个人思维而存在的 也就是说这个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 非至上非常不至上的思维者的人当中实现的 思维者的人当中实现的 他说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认识 是在一系列相对的妙物中实现的 那么这两者这是两个 这是两个概念啊 那么一个呢 他说这个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 非常不至上的思维者的人当中实现的 这是讲了什么 就是说思维的至上性 就是说你这个类的至上性啊 类的思维啊 只能通过个体来实现 通过个体来实现 这是就认识活动而言的 就是就认识活动啊 就认识活动而言的 就是说他是啊 通过这个一系列人的认识啊 来实现的 那么第二个呢 他说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认识 是在一系列相对的妙物中实现的 这一个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能不能认识的结果 也就是真理和妙物的关系问题 一个是这个认识的个体和内的认识活动 就是他的这个认识的个别性 他讲的这个认识活动什么 就是认识的个别性和整体性的一个关系问题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作为你认识结果的真理和妙物的关系问题 所以他在讲 实际上他在讲 我们看啊 他在讲思维的至上性 是在一系列的不至上性当中实现的 也就是说 这样一个讲个体和内的关系里面 讲个体认识的个体和内的关系里面 他是从两个层次上讲的 从两个层次上讲 一个呢是讲的这个认识活动 讲这个个人的个体的认识活动和整体性的关系问题 一个是讲作为认识结果的真理和妙物的关系问题 真理和妙物的关系问题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看到思维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这样一个含义 就是说人的思维的至上性 就是我们所说的啊 他按他的本性来说和终极目的来说 他是可以实现的 他是可以实现的 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恩格斯对这个 那个理的批判把它结合起来 结合起来 那么我们说思维的至上性 它包含着两层含义 它包含着 就是说从大的方面来说 它包含两层含义 一层含义呢 它指的是能的理性思维 能的理性思维 这是一个 所以它可以什么 可以认识到真理 是吧 可以认识到真理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是从什么 思维的终极目的而言的 思维的终极目的而言 从思维的无限的发展而言 所以我们说 如果说这是一个横向的 那么这是一个纵向的 纵向的就是从能的最终的目的而言的 它总是不断的发展的 从能的发展而言 所以你每一个 它不是一个在一个人所能完成的 而是在一个过程当中实现的 它是一个过程当中实现 所以如果说我们说 这个是做横断面的一个静态的分析的话 那么恩格斯在这儿呢 从这个认识个体和类的关系呢 它是从一个历史性的一个过程 从一个过程来分析的 所以他把这个过程的思想 把这个过程的思想 贯彻到对杜琳的这个思维的绝对性的批判的时候呢 他就提出了在认识活动当中 个别就是认识的个体性 个别的认识和内认识的这样一个关系问题 内认识的关系问题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从真理和妙物的关系问题 就是真理和妙物的关系问题 那么在这个真理和妙物的关系问题上呢 实际上在这个地方啊 恩格斯就说 他说每一个人的认识 就是从这儿来说 每一个的人识 它是不能达到终极真理的 终极真理只能在无数代人的 无限的认识过程当中实现的 那么这就是对认识 人类认识与个体思维的 这样一个关系上来说的 关系上来说的 这是我们讲的啊 就是说这两个层次啊 就是讲这个有限和无限的两个层次 就是说一个呢 是讲的认识的感性认识 和理性认识的关系 一个呢就是讲的 个体的认识和这个内的认识之间的 这样一个关系 那么这样一个关系呢 我们提出来了 就是说恩格斯在讲的时候 在讲的时候啊 实际上他讲 在一系列妙物当中实现的时候 讲个体和内的认识关系的时候 强调呢 就是说认识 它的一方面从活动上讲 它是讲个体认识和整体认识的关系 一个从结果上来讲呢 讲的是真理和妙物的关系 这是讲的思维的至上性 和非至上性的它的含义 它的含义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首先呢 就认识它的辩证法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最关键的 最关键的 就要理解什么叫认识的有限和无限 认识的个别和普遍 和普遍 以及呢 恩格斯是怎么样来理解和说明 有限和无限 个别和普遍之间的 这样一个关系的 它是包含着两层意识的这样一个分析 这个我们我们已经强调了 一个是从这个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这样一个关系上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从历史的 就是说一个是从它的这个逻辑的横断面上来讲 一个呢 也就是说从结构上来讲 我们说从横断面上 从结构上来讲 如果说这个是前面是结构性的研究 后面呢 是一个历史性的研究 是一个历史性的研究 就是把它放到一个历史的一个过程的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角度去讲的 这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 恩格斯对它进行了奔袭 这是第一个 他讲辩证法的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他研究了这个思维形式的辩证法 恩格斯认为啊 他说要研究人的认识 研究人的认识 最值得做的和最必要做的 是研究思维形式 是思维形式 在这一方面呢 他主张用这个辩证逻辑来研究思维形式 辩证逻辑来研究思维形式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他首先在自然辩证法当中啊 他就提出了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问题 就提出了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 强调呢 就是说应该用辩证逻辑 而反对用形式逻辑 而反对用形式逻辑 所以他说这个辩证逻辑 和旧的单纯形式的逻辑相法 不像后者那样 只是满足于把思维运动的各种形式 及各种不同的判断形式和推理形式 列举出来并毫无联系的并列起来 相反辩证逻辑呢 由此及彼的推道出这些形式 不把他们并列起来 而使他们互相重书 从低级形式发展出高级形式 发展出高级形式 那么这个思想啊 实际上呢 是他研究思维的辩证形式的一个主导思想 一个基本思想 那么正是根据这样一个思想 他考察了判断归拿和演义假说等 思维形式的辩证关系 所以我们要把握就是说 恩格斯是怎么认述这个思维形式的辩证法的 他是怎么理解判断的归拿和演义 以及假说这样思维形式的 那么我们首先呢 就要看恩格斯 他是如何理解辩证逻辑的 辩证逻辑的 所以在这个我们理解他的 思维形式的辩证法当中呢 我们主要啊 要理解他对辩证逻辑的 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 这个思想 一个基本的思想的理解 这是他的第二个问题 那么在第三个问题上呢 他认述了思维过程的辩证法 思维过程的辩证法 在思维过程的辩证法上呢 恩格斯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 最基本的观点 就是说真理是一个过程 终极真理是不存在的 就强调啊 真理本身是一个过程 真理本身是一个过程 那么在这个真理本身是一个过程当中呢 他通过这个列举呢 就是说考察了无机科学领域里面的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比方说数学 天文学 力学 物理学 化学 地学等等的发展状况 就弄就指出来 这个这些学科啊 他们本身都是在发展的 所以在这个领域里面 人们根本没有看到了 不可能得到最高的终极的结论 那么这是第一个 因为这个在恩格斯的那个时代 就是说无机科学的领域啊 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了 那么恩格斯认为 即使在这样一个已经相当发展的领域里面 都不可能达到这个最高终极的真理 那么在刚刚兴起的有机科学领域 有机科学领域和社会历史的认识领域呢 就更是不可能了 更是不可能了 所以他考察了这样一些领域的这样一个发展 比方说在这个有机 在这个有机这个科学的领域 恩格斯呢就举了一些 就是关于细胞的发现 达尔文的进化论 就看到了就是说这些领域啊 实际上还是在刚刚的兴起过程当中 离这个终极真理呢 就是就是说还很远 还很远 就是说根本就不可能达到